大家好,欢迎来到宏景国际教育的远程课堂 我是讲师Helen 那么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017 USCPA改制以后FER 也就是财务会计它的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考试的情况 那么在改制以后各个科目它的有关考试时间 考试题型等等分别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于FER来讲考试时间没有变还是四个小时 但是考试的小卷从四个增加到了五个 那么前两个是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也就是单项选择题小卷 每个小卷是36个选择题 而后三个都是simulations案例分析题 其中第三个两道simulation 第四个三道 第五个也是三道 所以整体呢 我们说FER的考试是由72个单项选择题 和八个案例分析题组成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这个考试呢 还带来的一个变化 就是有关它的这个考试间隙的休息 其中每一个小卷之间是有啊 这个可以选择的休息时间的 这个和之前的考试呢 是一样的 那么在一到二 二到三啊 以及四到五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休息的时候呢 它的休息时间是占用你的考试时间的 而新改之后的考试 它在三到四之间是安排了一个15分钟的休息 是不占用考试的这四个小时的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利用一下它的新的这样的一个考试政策 在第三到第四个小卷之间呢 进行安排去上厕所呀 或者去喝水呀 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有关考试时间管理 我们依然建议大家要多留时间给后面的案例分析题 尤其是现在考试的分数 选择题和案例分析已经是各占50%了 所以前面的单项选择题 建议每一道题的回答时间在一分半钟左右 后面的留给大题来进行解答 那么再来看一下 有关知识点的内容的一个分数的分布 那么在改之以后呢 FA2是四大模块 分别是Conceptive Work Standard Study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这一大模块 它占用的考试的这个分值是25分到35分之间 也就是平均30分 那么第二大模块 Select Financial Statement Accounts 这是一些比较常用的 经典的一些科目 例如说Cash Receivables Inventory Liabilities等等 这是占到了30%到40% 再来看第三大模块 Select Transactions Transactions 那这是有关企业的一些交易或者是事项 例如说Going Concern 或者是一些这个长期资产的处置等等 这是占了20%到30% 第四大模块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这其实在改制之前我们一直把它叫做Governmental Accounting 政府会计 但是现在改制以后呢 是进一步的明确了 有关CPA考试中所涉及到的政府会计 它所针对的是州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财务保表的编制 不会涉及到联邦政府的财务保表编制问题 那么这是占到了5到15分 其实可以看到在改制以后的这四大模块和改制之前的五大模块相比啊 这前四个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第五大模块 Non-for-profit Accounting 也就是非盈利组织会计这一块被砍掉了 并不是说不考非盈利组织了 而是说把非盈利组织的啊 它的这些会计处理的方法和盈利性组织啊 往往放到一起了 例如说Revenue Recognition的介绍收入确认啊 或者是Equity有关权益方面的介绍 也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啊 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相似的地方不再单独讲 而非相似的地方会在讲到这一个话题的时候 单独的去介绍非盈利组织怎么去处理 再来看一下啊 在改制以后呢啊 关于这个题目的考试所针对的这个考试的技能 也啊有了产生了一些变化 在我们的一会看到的啊 有关考试大纲上呢 也是体现到了每一个知识点 他都有针对他将考核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啊 我们是从简单到难分成了四个等级 分别是remembering and understanding 这其实就是理解和记忆了 应该说这是最简单的啊 例如说问你什么是recognition recognition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这考的就是理解啊 而稍微再高一难度的是application 这就是应用了 例如说啊 这个给了你一些fixed assets 它的信息啊 original cost servage value use for life 是不是啊 那你计算一下某一年的depreciation expense 啊 这其实就是一种应用型的考题啊 这样的考题 在FER的考试里面 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50%到60% 而再难一些啊 我们把它叫做analysis 分析啊 这其实就是 给了你啊 这个题目的一个scenario啊 让你帮忙去分析一下 根据给到的这些信息 其实这是一些比较间接的啊 例如说 也是给到了你 他的啊 这个fifo啊 lifo啊 的一些信息 然后让你去分析一下啊 在不同的这种使用 不同的cost 这个costing method 它所产生的对于net income 或者是对于当年的income tax 它的影响 这就属于分析型的考题啊 而最高难度的被称作叫evaluation evaluation其实是评估 那么在这个有关evaluation难度系数的考题 在FER是不会涉及到的 只有在AUD 也就是auditing审计考试中 会有一些题目 是针对evaluation的 那么下面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新的考试大纲的一个啊 这个简 这个一个截图吧 一个简要的界面 因为啊 全部的考试大纲很多啊 大家应该可以领到啊 我们的pdf版本的blueprints 啊 考试大纲在改制以后 被称作叫blueprints了啊 这个地方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考试大纲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它涉及到的就是area one concept of work standard set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应该说这是我们FER的第一个大的模块 啊 占比是整个考试的25%到35%的 那么在这里啊 它所涉及到的我们说知识点 包括像A 它所说到的concept of work understandard setting for business and non-business entities 这里第一个大的知识点 就是有关这个概念框架呀 还有啊 这个会计原则的编制的啊 那些机构 专业机构等等 那么在这里 它还会再接着去细分那些小点 比如说concept of work 它要考的是什么 record the purpo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cept of work for business and non-business entities 那么对于这一个知识点 它要考的是understanding application analysis 还是evaluation 也就是这个难度系数 它也会在blueprint地方 给大家进行一个标识 啊 所以说啊 在改制以后的考试大纲 对于大家的这个考试的帮助啊 这样的一个针对性啊 会更强 我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在正式的去学习 一门课程之前 我们可以先对考试大纲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这样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 到底这个知识点 我们要学到记忆就OK了 还是要学到啊应用 还是要掌握分析等等 如果说啊 我们的学生觉得 哦 这么多 我看都看不过来 怎么办 也不用着急 因为我们的老师会对这些考试的考点 进行逐一的分析 然后在课堂上 在讲解过程中 也会啊 这个翔略得当 重点突出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这四大模块里面的一些考试的知识点 其中第一大模块 Conceptive work Standard set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这有一共啊 它这个地方 应该说分成了两大部分 一个部分 应该说就是一些 blah blah的 例如概念框架是什么 财务信息要哪 要有哪些特征 由谁来制定这些财务准则 而另外一大块 就是后面说到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因为我们这个课目啊 叫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就是对外财务报告的 那么对外财务报告的成果 就是那些financial statements 不管是盈利型的企业 还是非盈利型的那些机构 都是要出具对外财务报告的 我们也会在这一个部分 给大家讲解 以及考核大家 关于财务报告的 它的一些列表啊 它的里边的 它的一些逻辑关系啊 等等 好的 那么看一下里面具体的知识点 第一个部分 concepting framework standard setting for business and non-business entities 因为不再单独的讲 非盈利组织了 所以在我们这四大模块 除了第四大是针对起 这个政府之外 前三大模块 我们把盈利和非盈利组织 都统一来进行介绍 那么第二个 general purpose final statements for profit businesses entities 在这里主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盈利型的企业 它出具对外财务报告 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财务报表呢 这里面列出来了几个 例如说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 income statement 损盈利表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要注意 comprehensive income 全面收益这一个概念 这是有关全面收益报表 第四个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shareholders' equity 所有者权益的变动表 第五个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金流量表 notes 这是有关注试注解 consolidated final statements 这是涉及到了如果有这种超过51%股权收购的 这样的企业往往要进行有关报表的合并 合并报表的问题 那么第八和第九 第八和第九 这是有关这个对于企业来讲 有可能会出现的 this continued operations 停止经营业务 以及企业每年要进行一个going concern 企业是否可持续经营这样的一个评估 那么再来看一下 我们并列的还要讲一下非盈利组织呢 非盈利组织常见的报表包括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类似于我们企业的balance sheet Statement of activities 类似于我们企业的income statement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这个名字都不带变的现金流量表 以及第四个是非盈利组织所特有的 Statement of functional expenses 专门针对它的支出 它的费用的一个分析报表 好的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支持点 Public company reporting topics 这针对的是上市公司 也就是需要由SEC 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进行监督的那些上市公司 他们要交到年报啊 季报啊 他们在编制报表过程中 还有可能要涉及到的分布式报告 Segment reporting 还有一些中期报告等等 再往下 还有这个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并不是重点 Find statements of employee benefit plans 这是有关企业的员工福利计划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对外财务报告 还有一些special purpose framework 就是除了这个US GAAP所要求的全责发生制之外的 有可能企业会按照cash basis 或者是modified cash basis 或者是income tax basis 所编制的那些这个财务报表 好的 刚才讲到的是第一大模块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大模块 它叫slack finder statement accounts accounts 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静态的一个账户的 它从期出余额到期末余额 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这里边比较典型的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有关现金和现金等家务 那么在这一块 第二同学们需要去掌握什么是现金等家务 以及要做的bank reconciliation 有关银行对账表和企业的现金账簿的 一个调整的问题 那么第二大知识点是tread receivables 或者被称作叫accounts receivable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这一部分 一个重点应该说就是它的valuation 因为我们要使用的是allowance method 也就是对于坏账的处理 不是等到真正发生坏账再进行确认 而是要提前的去做一个坏账的准备 另外transfer of trade receivables 也就是把这个应收账款进行一个保理 把它先这个给到一个第三方 换回一些现金 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 还有就是这个有关receivables 它在期出 在确认坏账 在期末 在消掉 以及在最后recovery 这些journal entries 也是一个重点来的 inventory就是存货 那么对于存货 我们也是很关注 它的有关valuation 估值的问题 还有costing method 是使用的periodic 还是perpetual 是fifal lifal average 还有有关inventory的imperiment 它也有个减值 还有一些compliance 例如说它有一些commitment 和这个购买的意向 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价值 被减值的话 它要怎么去处理 那么第四个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这其实对应的就是 企业的固定资产 fixed assets 那么这里边 包括对于固定资产的 一开始的采购 acquisition 过程中的折旧 depreciation 那它也可能会出现 简直imperiment 还有最后对它的处置 disposition 不同的阶段的处理 investments 这涉及到的是企业的投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讲对于那些 投资的 尤其是那些 金融资产 按照 fair value 还是按照 amortized cost 还是要采用 equity method 再接下来 intangible assets 这针对的是 企业的那些 无形资产了 例如说 trademark patents copyrights 同时 good bill 也就是企业的商誉 商誉的计算 将在我们讲到 和平报表的时候 会特别的临取提到 还是这一个模块 它还会涉及到 payables and accrued liabilities 这其实针对的是企业的 往往是它的current liabilities 什么是current 那就是在未来一年内 要进行支付偿还的 那些债务 因为采用 我们采用的是 这种全责发生制 所以 只要企业需要去偿还的 它即使没有被偿还 也要作为 它当期的expense 以及确认为 它自己的liability long term debts 这是企业的一个 长期的债务了 这往往是通过 发放一些债券 或者是产生一些借款的 例如说和银行 签定一个借据等等 这些方式所形成的 equity equity这是企业的 其实这是它的一个权益 权益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 net assets 净资产 equity等于assets 减去liabilities 我们在学习这一块的时候 要注意那些components of equity 那么这里 我们也要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for profit 一部分是non-for-profit 如果是for profit 也就是企业的话 它的components包括 capital stock paid-in capital additional additional paid-in capital returned earning oci treasure stock 还有non-controlling interest 等等 而如果针对的是 non-for-profit 我们不这么样子 去定义它的component 我们会把 它的剩余项被称作叫 net assets 分成 unrestricted 不受限的 temporary restricted 临时受限的 和permanent restricted 那么revenue recognition 有关收入确认的原则 我们也要分成for profit 和non-for-profit 什么时候确认收入 其实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会同时讲到 什么时候确认费用 我们不管是针对收入 还是针对费用 它都有一个通用原则 和有一些例外情况 好的 那么再往下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这是针对员工的 除了他的工资之外的 一些福利待遇了 例如说compensated absence 代薪休假 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些 这个retirement benefits 有关退休以后的 养老金 医疗保险的这些福利 也是一个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 stock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那就是补权激励的 那么在接下来 income taxes 这是有关所得税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称作是有关 财务会计和税务的 法则之间的差异 所引起的 财务上的所得税 和税务上的所得税的 金额不同 所以在这里 我们会讲那些differences 会讲由于那些differences 所产生的deferred tax assets deferred tax liabilities 以及这些变化 对于企业当期的 income tax expense的影响 好的 下面我们进入到了 第三大模块 有关slag transactions 这是一些比较典型的 企业的交易和事项了 在这里边 第一个要讲到的是 accounting changes 这是一个应该说 我们同学在学习起来的时候 也是这个重点 有的同学也可能 在这个地方学起来 有一些小难点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accounting change 什么是会计的变更 会计变更中出现的 有一些例如说方法上的变更 它和错报更正 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要怎么样的区别对待 所以这里边 我们需要去 大家看一下 首先要辨别 什么是accounting change 什么是error correction 在accounting change里面 它又分成 change accounting principle 会计原则的变更 change reporting entity 有关会计主体的变更 change accounting estimate 有关会计估计的变更 不同的变更 以及错报更正 我们有不同的 会计核算方法 再往下 business combinations 这其实就是有关企业合并 在这里面我们要分析 什么是企业的合并 它有merge 有acquisition in consolidation 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进行报表的合并 等等 再往下 contingencies and commitments 注意这个contingency 这就是货有的意思 也就是说企业可能会有一些 货有的利得 或者是货有的亏损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需要去判断 这些货有的利得 或者是亏损 需不需要在档期进行 确认 进行披露 或者我们ignore 不管它 好吗 在这里我们要了解 在不同的situation下 我们对它的一种不同的 确认方式 再往下 derivatives and hedge accounting 这是有关针对金融资产 我们要讲到的 有一些金融资产 被称作衍生型的金融资产 有一些衍生型的金融资产 可以被企业用来做套期保值 也就是降低风险的工具 再往下 foreign currency transaction 每次我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让大家去辨别一下 这两个单词 因为乍一看 这两个单词涨的是一样的 但其实不然 这个话题针对的是外币 transaction 是外币交易 也就是在买卖 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过程中 没有采用本国货币 而是以另外一国货币 进行交易的情况 而translation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折算 这个折算所发生的 并不是每个企业都会有 而只有在一个美国公司 拥有一家海外子公司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 那就是要将海外子公司的报表 翻译一下 为什么呀 因为人家的报表 可能不是按照美金 甚至按照美金 我们说它也要翻译一下 好吗 翻译到同等的B种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在报表上 直接进行一个相加减的问题 那么最后 leases lease是租赁 租赁它会涉及到什么呀 从来see的角度 从来sore的角度 成租人和出租人的角度 是不是呀 另外这个租赁到底要算作是 operating 经营性租赁还是capital 融资性租赁 以及有的时候还会有种叫什么呀 叫sale leaseback 售后有回租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还接着 slag transaction下 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 例如non-reciprocal transfers non-reciprocal这个单词 有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见 这是针对的是非对等 非对等的交易 那么这样的一种非对等的交易 在非用力组织下 是很常见的 例如一些contribution 有一些民间的捐赠 或者有一些grants 政府给这个非用力组织的一些拨款 等等 捐给他或者拨款给他 并没有期望他会回给你 同等价值的一些服务 或者是商品 所以这就被称作叫 非对等的转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要不要确认revenue 按照多少去确认revenue 什么样的一个实点 确认revenue 就是我们在这里 需要去解决的 那么下面几个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st R&D 有关研发的费用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对于我们同学来讲 就是要了解 什么是研发的成本 如何去核算 是费用化还是资本化 研发成本的问题 subware costs 这针对的是企业所发生的 一些软件开发的费用 其实这应该说是 研发成本的一个延伸了 也就是针对这些软件开发的费用 我们是要capitalize它 还是要expense subsequent events 气候事项 这个气候 应该说它是有一个 时间范围的 是在上一年度的 资产负债表日之后 而在资产负债表日 发布之前 这一段时间 我们要关注 它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是否需要对上一年度的 报表进行调整 还是进行披露 还是不管它 也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那么再往下 fair value measurement 越来越多的 企业的资产和负债 采用市场供应价值 进行计量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需要了解 在采用市场供应价值 进行计量的时候的 那些assumptions 那些假设 以及采用的那些方法 用哪种方法 去进行这样的一种计量 还有就是我们要 掌握的那些信息 那些inputs 它的hierarchy 它的有关 根据它的可靠程度 我们给它进行 不同的分等级 那么最后这个是 differences between Ivers and the US gap 目前来讲 国际会计准则 和美国会计准则 并没有趋同 并没有完全的趋同 所以说 还是在有一些地方的话呢 是在处理上 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的教材 在讲到某一个知识点 如果涉及到 国际会计准则 和美国准则 有差异的时候 它会单独列一个 这个 它的这个差异的一个比对 对于这个问题 国际会计准则 是怎么处理的 美国准则 是怎么处理的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模块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州政府 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了解一些 特殊的概念 针对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例如说budget incumbrances 还有一些appropriations 等等 因为政府和企业 它在营运的目的上 有根本性的区别 所以他们在编制 报表的时候 当然它也会有收入 费用 利得 亏损等等 但是 它在给出 财务信息的 有用性上 是不同的 因此 它在编制报表的时候 确实和企业 可能会有 比较大的区别 所以在这里 我们会单独介绍一些 针对政府的 财务报表的 一些专用的术语 另外 Format and the content of the financial se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每年政府应该 出具一个 全称叫 Comprehensive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简称CAFR 在这个CFR里边 它有好几个section Introduction section Financial section Statistic section 那么核心部分 肯定是Financial section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简单的罗列了一下 Financial section里边 它所包含的几个要素 例如说 它会有一个 Governmental wide Financial statements 这其实我们 我在上课的时候 总把这种报表 把它看作是企业的那些 合并报表 Consolidated 因为它是把 政府的各个基金 这些Funds 反正Statement的信息 进行了一个 一个合并 所以这个Governmental wide 上课的时候 我也总爱说GY的 你就把它近似于 我们企业的 Consolidated 那么下面就是那些 如合并报表 怎么合并来的 是由那些单独的 Funds Financial statement 合并来的 所以下面会讲那些 Funds Financial statement 那么它会分成 Governmental funds Proprietary funds Veduciary funds 也就是政府型的 这种经营类型的 还有受托类型的 这几种大类的基金 它还会再分几个小细项 等等 这个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再帮大家具体的 去分析如何去记忆 除此之外 它也有Notes 它也有MDN的A 然后这里边 Budgetary Comparation Reporting 对于政府来讲 这个有关预算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看我们在企业的 对外交互报告上 我们并没有体现说 企业需要去公布 它的这个预算 实际和预算的差异等等 但是政府要有 好吗 除此之外 这一块还会有 Dividing Government-wide Fundest statements And the Reconciliation Requirements 这里它就有一个 我们在合并过程中 它的Funds和 Consolidated Fundest statements 它在进行调整 如何从这个Funds 调到Government-wide 它其实也是有 加加减减的 这个Reconciliation 应该说这一块 是政府会计中 比较难的一个话题 然后还有一些 Typical items And the Specific types of transactions And events 有一些比较典型的 一些交易 例如说Interfund 我们要了解它的 Masherment Valuation Calcula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有关它的计量 估值 计算 和在报表的 劣势的问题 好的 那么有关财务会计 这个课程 在2017年改制以后 它的考试形式 考试的这个知识点 我就简单的先介绍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 红井的这个课堂上 见到我